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嫁入王室 想必是每个女孩子的梦想 若是达成 想必都会珍惜王室生活 但有人尽管嫁入王室 却依旧我行我素 不但行为乖张 甚至还做出出格的行为 有损自己的口碑不说 让王室形象也跟着遭殃 英国王妃莎拉·福格森的名字 大家一定听说过 而与这个名字在一起的 还有一桩惊天动地的王室出轨事件 以至于她从英国女王最宠爱的儿戏 一度沦落成王室最讨厌的王妃 1959年 莎拉·福格森出生于伦敦 父亲福格森上校是英国王室的王家侍卫 家境无忧的她走的也是传统的精英路线 在毕业后进入了女王秘书学院深造 之后也是在画廊 美术出版社等地方工作 当时她和戴安娜年纪相仿 也经常一起玩 因此戴安娜嫁入王室后就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好朋友安德鲁王子 她的出现让安德鲁王子眼前一亮 据说王子最爱听她饭后讲的下流笑话 于是在1986年7月23日 两人便举行了婚礼 值得一提的是 一开始女王对莎拉就疼爱有加 也可能是爱乌吉乌 毕竟安德鲁王子曾经是女王最疼爱的儿子 还曾送给她一顶价值30万美元的王冠 此外 还有很多项链 戒指等首饰 总价值上千万 嫁到皇室后 一开始她和戴安娜是形影不离的好闺蜜 两人还被媒体戏称为温莎的风流姐妹 而相比戴安娜 一头红发的莎拉更热爱户外运动 骑马 打猎都很精通 她还在1987年考取了飞行驾照 成为第一位拥有私人飞机驾照的王室女性 后来在1988年和1990年 她担下两位公主 分别是比阿特利斯公主和尤基尼公主 但其实 早在她和安德鲁王子结婚前 就有同学曾爆料 她在就读女王秘书学院时 就经常和富商进行援助交际 就算和安德鲁王子结婚后 乃至闹出最大丑闻前后 她也没消停过 前顾问斯塔基也曾向媒体爆料 说她为了钱曾试图和一名阿拉伯王子进行交易 毕竟当时她欠了几百万英镑 而能一亲英国王妃的方泽 对于财大七粗的阿拉伯王子来说 不是为一次有趣的挑战 当然 最终她也没什么交易精神 选择临时跑路 用一个相问换了王子5万英镑的酬劳 而这种用自己换钱的行为 对于她来说可谓是疏能生巧 媒体也曾报道 说在很早的时候她就跟有人炫耀过 曾经和两个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大亨 坐豪华游艇出海玩乐 一次就轻松赚了30万美元 当然 这也不妨碍她嫁入英国王室 但如果说这些还不算让她口碑崩盘的话 那1992年的瞬息脚趾事件 就是无法挽回的低谷了 据悉 在1992年的一天 英国女王的餐桌上除了丰盛的早餐外 还有一摞照片 而一向端庄喜怒不形于色的女王 看完照片后瞬间脸色大变 后续的报道更是干脆形容她当即暴怒 马上 女王迅速下令召回王妃儿媳 此时的沙拉正在和两个女儿在圣特罗佩度假 原因也很简单 这摞照片的内容十分露骨 而主角正是王妃莎拉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 身为王妃的儿媳 她裸露着上半身 被拍下 已经是骇人听闻 更夸张的是 她的脚趾正放在一个腹伤的嘴中瞬息 这堪比风月电影的画面 就这样毫无保留地冲击着女王的眼球 也冲击着英国王室的脸面 因为女王收到照片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这张照片早就被捅出去 并刊登在报刊之上成为新闻逃版了 这也成了英国王室迄今最大的丑闻之一 在后续的报道中 曾有专业人士剖析这背后的原因 称沙拉嫁给安德鲁王子后聚少离多 在回忆中沙拉还说道 当比亚特里斯公主出生时 安德鲁得到了十天的上岸休假 当她离开时我哭了 此外安德鲁也不是安分的人 私生活混乱 年轻的时候曾和拍过风月片的 美国女演员斯塔克谈过一段 而且仗着女王的溺爱 甚至带她去王室参加宴会 在当时引起不小的争议 近几年还曾和爱珀斯坦扯上关系 所以对于沙拉来说 一方面是因为不改豪风作风 逐渐引发女王的不满 一方面是和丈夫聚少离多 所以在1992年 她和安德鲁就开始分居了 而她带着年幼的公主去度假时 被拍到了和美国富商约翰 布莱恩两个人在海边亲密的照片 然而虽然两人分居 但没有离婚 身为王妃 两个孩子的妈 已经是出轨无疑了 对于最众声明的英国王室来说 这桩丑闻堪称毁天灭地 而且不同于之前似有似无的传闻 这次可以说是人赃并获 全世界都看到了 沙拉倒也不是不想阻止 但她想封口就得动用王室的力量 可是干出这种事 王室力量已经动用不了了 甚至可以的话 她巴不得王室永远不知道 而且事情发酵极快 王室即使想出手也来不及 这种爆炸性丑闻对于媒体的诱惑 比什么都难以阻挡 而沙拉的富商情人布莱恩 在发现无法阻止照片曝光后 只想着为自己开脱 表示没有瞬息脚指 只是亲了而已 当然最大苦主还是安德鲁王子 但她的反应却非常有意思 她虽然宣布了分居 但好像并没有非常愤怒 而事实上 她和沙拉也一直保留着 较为友好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在1996年 两人正式离婚后 沙拉的房子曾经着过火 安德鲁王子还让沙拉 到自己的温莎豪宅赞住 直到2010年的一件事 算是把两人之间的 最后一层情分打破了 当时有一个记者 沃迪假装成了一名富商 请沙拉牵线搭桥 认识一下她的前夫安德鲁王子 因为当时安德鲁是英国国际贸易 和投资特别代表 然而沙拉的胃口很大 她愿意牵线 但是中介费需要50万英镑 她表示钱不白收 引荐很简单 而且能让对方的生意 获得10倍以上的利润 同时还收了4万美金作为定金 尴尬的是 卧底记者把她一边叼着烟 一边开架的嘴脸拍了下来 并上传到了网站公布于世 而这次偷拍也让她的名声败坏殆尽 事情暴露之后 往事再也忍不了了 最后一层遮羞布 也不打算为两个公主的妈保留了 直接宣布对此毫不知情 迅速划清了界限 而沙拉则尴尬地表示很悔恨 还说前夫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 然后迅速搬出了温莎豪宅 当时还有消息称要永远离开英国 在这之后 她开始塑造自己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形象 移居到美国的她 开始尝试做形象代言人 节拍电视广告 并开始写书主持脱口秀节目 俨然一名独立卓越的事业女性 她还打造了以约克公爵夫人沙拉福格森的名字 命名的一系列奢华家具用品 投放全球除英国之外的市场 因为她的产品不能进入英国的地盘 这是她和英王室的协议之一 她说 我在美国完全以沙拉福格森的身份工作 而不是约克公爵夫人 然而 她并没有谨慎地战略性地建立自己的品牌 她拍摄搞笑广告 代言减肥公司的产品 与节目主持人奥普拉一起制作烤饼 宣传韦奇伍德 中国和亚方化妆品 从而满足了观众对她的意识好奇 也赚了一些钱 但随着好奇心殆尽 她很快就捉襟见肘了 之后更是再次欠了一屁股债 在纽约投资的公司倒闭之后 欠下了62万英镑 还被告上法庭 而就算这样 她竟然依旧摆着自己前王妃的贵族架子 出行要做兵力 飞机也要头等舱 还雇佣了12个男管家 而最近的一次消息 大概还是女儿尤吉尼公主结婚 作为生母的她 到王室参加了大合影 这之后 她似乎感谢归正了 向曾经嫉妒过的好闺蜜戴安娜学习 积极投入到了做慈善的活动中 随着两个女儿前后结婚 莎拉和王室的关系 似乎也缓和了不少 这些令王室难堪的王室 也随风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中 此外 在戴安娜生前 莎拉经常被拿来与之作比较 给外人的感觉是 她处处不如戴安娜 但论求生能力 莎拉可以说强多了 毕竟她凭着大胆的脾性 在这么多次丑闻的打击下 依旧没有服软 时刻迎接着下次狂风暴雨 而戴安娜在仅有两年的后王妃时代 过得痛苦不堪 混乱如麻 并且最终因与埃及亿万富翁之子 多敌两个月的恋情而混沌巴黎 有人说 最初面对戴安娜时 她一边想通过对方扩展自己的人脉关系 可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嫉妒对方的好命 而这些小心思 戴安娜却不知道 只一心把她当成自己的好闺蜜 嫁入王室后 她面对着戴安娜时 内心更加矛盾 高兴时她们会结伴出游 甚至还会一起穿闺蜜装 一起恶作剧 但随着她生下两个公主 而戴安娜却是两个儿子 彼此的关系便不再切密 但如今来看 这些都不重要了 这对当年外界眼中的闺蜜 结局虽然不同 却同样令人心酸 一个惨死 一个被赶出王室 想必没有哪一对闺蜜能有如此凄惨的结局了 只能说时代和环境造就了这两个人 同时也毁掉了他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